桃园中立后火车站提醒您哦 最近出现了美工刀之狼 这名男子他趁着国中生下课时间 埋伏在附近的巷子里 然后拿出预藏的水 这个美工刀将两名女学生拖到附近的鸡寮里 其中一名女学生遭到他性侵得逞 警方现在是正透过监视器画面来全力追弃 这名美工刀之狼 监视器画面上的平头男子 疑似就是将两名国中生拖到鸡寮里性侵的嫌妇 案发前他手上还拿着热腾腾的鸡蛋糕 闲晃在街头 他好像有来买鸡蛋糕就对了 对对很像啦 四点国中下课时间 学生三三亮亮走从校门口 平头男子这个时候就埋伏在巷子里 看见两名国中女学生走过来 拿出预先准备好的美工刀 将两名女学生拖到附近的鸡寮里 其中一名女学生生理期逃过一劫 另外一名女学生则不幸遭嫌犯性侵 所以是在这个空地这边是不是 对啊 因为平常应该很少人会来吧 很少啊 案发的鸡寮杂草从生 如果不是附近居民 根本没有人知道这里有一个养鸡寮 嫌犯却将两名女学生拖到这里来 警方研判嫌犯是早就预谋性侵 目前也将权力追弃 将证明平头男子逮捕到案 周旋姐中风林立成桃源 采访报导 即可